欢迎回到我们的课堂 刚才我们把那个内存四区的这几个知识点 全都给大家讲完了 后面还有一个函数调用的知识点 函数调用的知识点 从内存四季模型讲完了 各个区的原则分析也给大家做了一个代码的印射 印证 再来我们看函数的调用模型 函数调用模型 函数调用模型 我们先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里边有一个 现在我们跟大家讲下一个话题 函数的调用模型 函数的调用模型 这里有一个小的动画 我给大家演示一把 我给大家稍微演示一把 函数一 调用函数二 函数二 调用函数三 那他们整个函数参数 函数的返回值 它的入战和出战的过程 给大家稍微说一下 这个很重要 然后在这个过程说完以后 我们再把这个关键点给大家体验出来就可以了 首先呢 这是一个 这样的模型放在这里了 然后往下走 这个Main函数 这个Main函数 调用FA看到吧 在Main函数执行的时候 在Main函数执行的时候 操作系统会把Main函数的返回地址入战 同时呢 同时呢 把Main函数的参数再入战 入战 然后Main函数里面 如果调用了FA 这个时候他把Main函数的运行状态入战 FA的返回地址入战 FA的参数入战 假设FA这边这个括号里边有三个参数 那这三个参数全部入战 同时呢 如果在FA含数里边又定义了四个参数 那么这四个参数也是要入战 你入战以后呢 FA的运行状态 是吧 FA的运行状态往下走 如果FA里边再调用FB 这个时候他把FA的运行状态入战 FB的返回地址入战 FB的参数入战 是吧 这么入战 入完战以后 您暂时先进或出 当FB运行完毕的以后 FB的相关的参数 就吸过调 吸过调以后呢 再回到FA里边 FA里边再吸过调 再回到那里面 就这么一个过程 这么一个入战和出战的过程 就这么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你要会画这个过程 你看看的话没有用 你比如说 这是一个Main传说 那这是FA传说 这是FB传说 那假设在HK1里面 调用到这个传说 那你就这么写呗 你调用它就这样调摆 调用是吧 在这个FA里边 这Main传说写在哪 FA FB 在这里边 他就是他 就是这个过程 是吧 那回来的时候 就这么回答 是吧 他回来一会 然后接着往下走 走完一会 他再回着他 这地方往下走 然后走到这里 这个Main传说 接着往下走 是吧 Main传说 接着往下走 是吧 就这个过程 是吧 那这个程序执行流程 就这样 是吧 就在这里 就在这里 回来 再往下走 是吧 就是这个过程 那这里边 隐藏了几个重要的点 就是在Main传说 里边 FB的内存 FA这边能用吗 啊 能不能用吗 你这边 FA这边 分配内存 啊 不能用麻烦了 啊 所以这里边 有几个重要点 起来 那是凡数 都可以在 站上分配 内存 可以在 上分配 内存 也可以在 全局区 分配 内存 都可以把 内存的 手地值 扔给 FA 扔给 FB 因为 论坎硕还没有 运行完毕 所以说 这些论坏空间 将都不会消失 所以说 可以被 FA FB 使用 如果不能 使用 那麻烦 实在吗 你把他里边 分配 论坏空间 学员的学习 标准 啊 在主 含数里面 分配 内存 空间 站上吧 如果 在这个 背段 的含数里面 不能用 那麻烦了吗 因为这个 含数 走到这里 内存 还没有 运行完毕 所以说 这块 内存 空间 还没有 被吸购 所以说 在背段 的含数 PlanetF 含数里面 可以 使用它 是吧 那么 结论 可以 被FA FB 哇 那 如果在FB里边 生成内存 如果在FB里边 生成内存 我们再画一画 如果在FB里边 生成内存 可以背 背反说 里面 行吗 FB 生成 你的内存 可以背 内存 实用吗 如果实用 怎么实用 这样啊 你们看 这个 这个例子 也给他敲了 FB里边 如果FB中 在 站上 看好了 在站上 分配的内存 是这个意思吧 因为站上 随分内存 全是连续区 所以 在FB 含数 硬区完B以后 然后呢 就吸过热了 所以说 FA不能用 内存也不能用 是吧 不能被 FA和 内存 做实用 是吧 如果FB中 Molak的 Molak的内存 Molak的内存 就是 D吧 D吧 D Molak内存 是不是 非超车性的管理啊 这个数 可以被 FA使用 也可以被 Molak的 数码 可以被 Molak FB 残属 使用 是吧 下面 继续 大点 3 Molak 最终 在全 旅区 分配的 常量 这不是二 内存 是吧 假设是 这么 这种内存 是吧 这种内存 内存 这样的话 你理论上 出来以后呢 就不会犯一些 比较低级的错误 啊 OK 这都是比较重要的啊 这是重的点 给它体验出来了 所以说啊 学内市区 小指针 必须站在 这个角度去 OK 韩正 模型 讲完了 韩正 模型 讲完了 韩正 模型 讲完了以后呢 那还有几个 思考题 稍微给大家 过一遍就可以了 内存 思区模型 和韩正 调用模型 在一起的时候 啊 在一起的时候 一个主环硕 有N个 有一个 主程序 由N个 韩硕 组成的 请问 CNP 会为 我们 建立几个队区 几个战区啊 大家思考 我这个问题 没有 一个 命的韩硕 很简单吧 就这个吧 一个命的韩硕 有N个韩硕 他是不是会为每一个韩硕建一个内存市区啊 还是说为一个应用程序建立一个内存市区啊 啊 对 是这样的啊 CNP 会为我们每一个应用程序只建立一个内存市区 那 同样的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韩硕 他们共同使用 相同的内存市区嘛 对不对 然后压代出展压代出展 怎么做嘛 因为我们画内存市区模型图的时候 也是 你看两个韩硕 两个韩硕是不是也继续往它压啊 是不是啊 三个韩硕是不是继续往它压啊 所以说这个没有矛盾的 所以说一定要注意 内存市区相当于程序的执行范围吧 程序的行程空间 相当于程序的执行范围是2的32次方对吧 64的内存行程空间是2的64次方对吧 这是基本的操作系统原理啊 这个是给大家强调的啊 你个别听起来 还对这个细节 没人想到这意思啊 另外 韩硕 韩硕钳钳钳钳时时餐传给行范后 西加分析如何管理变量的生命周期 这个给大家分析了刚才 韩硕A加入的韩硕B 通过参论传递和内存空间能用吗 是吧 就是刚才分析了啊 就是内存里面生命周期 可以在FA里面用也可以在FB里面用 是吧 那至于说FB里面你生存内存 可不可以被FA或者是内存使用 那就看你FB生存内存在哪个区上 是这个意思吧 嗯 如果是临时区肯定不行吧 如果是堆区和其他区是可以的 是吧 嗯 这个特别重要啊 特别重要 那这样的话 学好识议员的观念 已经左键清晰起来了 建立程序运行内存布局图 是学好识议员的关键 也是学好职人的关键 这样的话 我们的整个知识体系的搭建 也越来越清晰了 这就是我们的落脚点 首先呢 我们把内存设计和函数的定位模型 掌握了 掌握以后呢 我们先从一个函数起 在一个函数之内 深入理解 变量和数据类型的本质 然后呢 再学习一级指认的内存布局图 再学习二级指认的内存布局图 虽然以后 我们再学习两个函数之间 主调函数和凤灰内存 还是背调的函数 凤灰内存 主调函数和背调函数 明白什么意思吧 上一次我讲课的时候 有个宣言 我问我 主调函数和背调函数 没有这样过来 没有函数 没有函数 讲到没有函数 来传理内存 是吧 这个是一元一金黄嘛 所以说呢 这时候记住关键点 这样呢 我们的指认的学习路线 就出来了 很简单 是吧 很清晰 就这么说 OK 那您再看下面呢 有没有细节给他漏掉啊 那四季的强化训练 这个圈律区也给他说了 然后这个对战的训练 就这段训练 也给他讲了 那个 这个战的胜党方向 也给他讲了 是吧 对的胜党方向 大家可以测一下啊 对的啊 他就向上吧 那么 还有这个 也只能和摩拉克的问题 等会大家说一下就可以了 呃 这样的话 我们今天把这个内存思区的 基本点 给大家讲到这个地方啊 课后 大家把后面这个练习题做了 画出内存思区图的模型图 第一个练习题啊 我在课堂上 第一个 带大家敲了一遍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是关于野指针的 两次释放问题 释放内存的时候 经常会出现够大事情 大家做 做下练习 我们呢 等会给大家做下讲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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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